往前的那個地下停車場 那因為要調度的需要 所以要去蓋那個地方 所以我是覺得把R宿刪掉 R宿站刪掉問題又解決掉了 不要因為這個民眾又不喜歡 然後你又要協調半天 這個案我在上一次當任委員的時候就討論過 但是始終沒有辦法解決 我委員不當已經一年好像一年 你很久啦 有一年多 我想這個案我是建議說R宿建議捷運局把它刪掉 不必蓋啦 你去分析它的那個 那個向山站跟R3之間的距離 跟台北其他捷運站的距離 會比較長嗎 沒有比較長 所以我建議 如果大家在這樣爭議不下的話 我是覺得說 政府不要花那個錢來蓋這個站 而屬上現在這樣的話 主要R3的話 這個股品質 對這個地區的民眾來講 已經非常好 我是覺得說 該省錢的話應該省一些錢 不要這樣無謂的浪費 那這個案子 其實今天來陳情的很多市民 都是近這個長期他們來陳述的意見都還是這樣 所以這個 我一個看法是這樣的 那個陳委政委剛剛 他是總體的一個觀點 不過因為這個案子 基本上今天頭外洗到這個地步 那我以前當然我也提過了 因為我們現在會有爭論 最主要的爭論是 因為我畫那個聯合開發的用地 那聯合開發用地 跟那個所謂要設計電通風出入口 那個絕對需要的 是稍微程度上有點不一樣 所以那個聯合開發的那個範圍 某種程度是還可以縮減 所以甚至站都把它移到別的地方 像那個西藏路綜合線那一條 就移了嘛 整個那個站都移掉 那個也是在委員會討論以後很好 還有大家如果沒有忘記的話 上個禮拜的那個報紙也有登 中立桃園跟國際機場的那個線 也是這個爭論屋下 最後他把其中有一個站 就站蓋了 但是沒有出入 等到協調完畢再來 所以以前我也是建議說 那如果是連那個必要的出入 跟機電設備都拿不到的話 那你就是把它這個 還是要建滿 因為你整個要拉到後面去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案子 事實上也還不到那麼悲觀 因為其實慢慢的還是很多人了解 就是說 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 這個案子的確是 目前是所有的研討會 都拿這個案子做這個案例 就是一公里的造價是65.7億 所以他們說是天龍佛啦 什麼之類的 那中間我上次也提了 有一半的錢是全台灣省的稅金 來補助台北市 不過講這個樣子 講太久了 不歡迎我了 因為每次都拿這個全國 那所以我們的市民 應該是感到很幸福才對 因為是全國的稅金 有一半來補助我們台北市 蓋這個豪華級的這個建議 不過我具體建議還是 能個做就盡量做 不能的話 最壞的方法就是這個地方 可能是單邊出入口 北邊的弄不起來 就不要弄 不過我看好像很多地主 都已經慢慢都了解 下面我想要這個體驗 我想請教那個 你是不是打到那個第36頁 我一定會做的 我先做了 你這樣做